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很多媒体报导了前一阵子辞去AOMG 还有Music代表一支的Pak Jemom 会设立制作IDOL团体的经纪公司 这消息马上就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 根据报导Pak Jemom已经开始进入了设立公司的新称 而Coco娱乐将会巨额投资Pak Jemom的公司 对此Coco2娱乐对媒体表示 Pak Jemom是以歌手制作人在各个领域发挥才能的人 Coco娱乐会与各方面的音乐人合作 目前虽然优于Pak Jemom多方面的讨论 但是还没有确定任何事项 很多业界人士表示 Pak Jemom将要设立制作IDOL组合的公司 所以曾经是IDOL男团的朱武领唱出身 对于HIPHOP R&B有相当了解的Pak Jemom制作的IDOL组合 应该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应 然后也有业界人士表示 跟JYP以自己的风格让很多IDOL组合成功一样 Pak Jemom也会给IDOL市场带来新的动力 之前就有一直说过想要制作IDOL Pak Jemom做什么都会因缘的 每次都会挑战新的项目真的很帅气 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IDOL的时候到了顶尖 在HIPHOP圈也是顶尖 哦 好意外 但是Pak Jemom制作的IDOL RAP实力应该会相当强吧 人生过得真的很潇洒 我还以为会休息一阵子呢 不过也有少部分 因为Pak Jemom之前退出过IDOL组合 现在又有制作IDOL而留下负面留言的网友们 所以对于Pak Jemom可能设立制作IDOL的经济公司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昨天标题为 让人震惊的蔡干瓦台词的贴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将对抗军事政权的人 当成是间谍杀害的安吉布 踩踏无故同胞人生的政权的狗 那就是安吉布 北韩政权跟南韩政权根本就是一样的 这是在昨天播放的 蔡干瓦出现的内容 然后昨天也有记者报道了标题为 蔡干瓦正面批评安吉布 说是扭曲历史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内容也是在说 到第九集为止都是在批评安吉布北韩政权 这部戏是事前制作 也就是整集都拍摄结束后才播放的作品 所以不可能是因为风向不好 后来才改剧本的 蔡干瓦一开始就是批评安吉布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今天的内容 安吉布的恶心都以台词播放出来了 看了这个还说是美化安吉布的话 只是证明了脑袋空空 或者是被洗脑了而已 集体举及这部戏 装自己很有历史意识 抹黑艺人威胁场上 就以为自己很有影响力 觉得很有趣吧 为什么都不去看一下内容就要攻击呢 这不就只是希望这部戏是在美化安吉布吗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现在也有学者们写信给迪吉尼Plus了 不要再护航了 不想提高美化安吉布电视剧的收视率 所以才不会去看的 请提指造谣带风向吧 对于蔡干瓦的最新近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各IDOL队内默契最强的脸蛋组合 请提指导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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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